跑馬地的補助又是醫院的學校 所以想叫我來看看這些環境 或者這些樓是怎樣的 跑馬地是傳統的豪宅區 舊樓為主 新的只有這一支 這裡就是會鎖位 兩缽電梯 這邊就是信箱位 這個樓盤的特色 32樓 看著舊樓 也是一個風景 前面那座山是 C單位發展商就放了一些家具 而且家具有送的 約30萬 進來就有一個場廳 電視梳化 有一個環檯 有一個窗簾 開一點就是一個露台 露台可以下山 還有陽光 前面就是一間學校 望出去就山景 挺舒服的 上面就是長柄斜 以前的馬仔就這樣 由車路拖下來 這裡就是餐飲的桌子 這裡就是廚房區 整個報紙都很溫馨 一字形的廚房 有一個焗爐 電磁爐 高功率的偷營機 這裡就是雪櫃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拉出來可以浪費很多東西 兩個架 這裡是酒櫃 再走前一點 一間睡房 很棒 很穩定 而且它利用窗台 做了一個梳化 這邊都是山景 這裡還有一個小的衣櫃 可以放下 由這邊又做多了一個櫃 下面是死衣機 這裡就是浴室 很漂亮 不愧是製造豪宅的咖哩 主要婆 因為它利用一個大窗台 做了這個設計 是很好的 而且它也很巧妙 它不是打平 因為你一坐下 你穿的膝蓋 會頂住 所以它也是特意移動 自己試試想 那邊就有衣櫃 這邊還有一個小的露台 通常這些位置都是吃煙位 或者冷靜位 景觀就比較窄 這間就是最小入場的 619呎兩房 如果港島區的這種兩房 真的超大 而且煮得很舒服 這間就是衣室 入力 很棒 哇,很厲害 低層一定是很厲害 港島或者九龍 通常都是這個情況 因為香港密度自動度高 尤其是它集中在九龍市中心 密集中心 但配置來說相當好 這個就是餐飲區 這個就是主食區 所以進來 還有一間睡房 景觀就 忘記他 這裡就有一個位 傳統位 下面就是洗衣機位 進來就是浴室 這裡就是主食房 主食房 旁邊就有一個衣櫃 然後掃出去就有一個窗台 看出去也是扭景 這邊就是露台位 次這種單位 進場 八字樽 減少少 差不多是1630 今天的節目就這樣 我是女生 我們下期見 拜拜